这次讲这个题目叫做供应和需求 先讲什么叫需求 根据定义需求就是说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好了,某一个价格下 给一个价格我,我会买多少数量呢? 愿意和能够购买的 这个就叫需求 如果我们将这些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价格和购买数量的关系 就会有这样的需求曲线 好了,如果价格是P0 我愿意和能够购买的数量就是Q0 这叫需求量 好了,当价格下跌了便宜了 跌到P1 愿意和能够购买的数量就会增加了 发觉两者的关系成反比的 便宜点买多点,解释其他因素不变 这些同学会讨论 如果下雨,价格一样照买 刚才说了,下雨 即其他因素变了 这个建立是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 越贵,应该越买得少 定律我们不会讨论 不会讨论就叫定律 现在都要背的 其实很简单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任何东西的需求量 买多买少 和价格是成反比的 在图形的表达 需求曲线简称D 形象就会向下倾斜 再强调一次 再强调一次 价格下降 其实是需求量增加了 我们说 整个需求是没有变的 你看到D的计划是没有移动 价格下降 我跟我的计划买多了 我们说 这个纯粹是需求量的增加 需求计划是没有变的 什么情况下 需求才会改变 我们说这个是需求量的改变 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 第二种情况 需求改变就是 今次不关价格的事 商品价格以外的因素 令到你买多或少一样东西 例如收入 人口增加 天气变化 例如 冬的影响火窝的需求 其他物品的价格 总之 是不关本身价格的 图上 画出来都会不同 好了 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 其实看到价格没有变的 都是P0 以前我买的数量是Q0 但是现在其他因素变了 例如天气热了 吃多了雪糕 不关价格 同一个价格下 我都买多了 你看到整条线移出了 那就叫需求增加 相反 价格没有变下 突然间买少了其他因素影响 就叫做需求减少 是整条向左边移的 图影的表达 整条线移出 或者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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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又有些什么因素 考试有很多因素 通常会考第一种叫做替代品 或者叫代替品 就是互相替代的 举个例子 例如地铁加价 港铁加价 地铁的需求量减少 搭少了地铁 纯粹价格的影响 搭少了地铁 人们会转搭巴士 巴士的需求增加 这次不关巴士价格的事 是巴士价格以为的因素 导致搭多搭少了 我们说这是巴士的需求改变 第二种关系 叫做商负品 其实商负品意思是 两样都是消费品 一起用的 例如汽油和汽车 汽油贵了 汽油的需求量 用少了汽油 但是买少了又 然后你就不愿意买车 因为油价太贵 汽车的需求 不关汽车价格 是其他价格的因素 导致买少了汽车 所以汽车的需求会减少 第三种关系叫衍生 或者叫引申需求 同一样东西 这个关系就是 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例如楼宇的需求增加 这个是产出 自自然而然会衍生出 或者引申出 对土地的需求增加 土地是一个叫投入 因为土地是 建楼的原料 原料和产品的关系 就叫做引申需求 同学通常最容易搞错就是 商负品和引申需求 商负品和引申需求 商负品两样东西都是消费品 不过要同时一起用 有没有例子 车 买车 我们需要停车场 泊车服务 相反 引申需求就是原料和产品之间的关系 例如面包和面粉 一个是产品 一个是原料 商负品 两个都是消负品 不过要拍着用 当然这些只是书本的例子 真正的考试 很多东西都会影响需求 到时要收拾 或者留意时事 举个例子 例如爆发COVID 那 问同学了 口罩需求有没有影响 那书里面的例子 没有更新 到时要收拾 再说 再说 接下来说 接下来说供应 其实从一个生产的角度 价格和愿意和能够做多少的关系 一般来说 其他因素不变 一样东西价格越高 有钱赚 从生产的角度 我会做得越多 好了 划出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价格是P0 我的生产数量计划 就会做这么多 但是当价格贵了 有利可逃 那我就会做多些 划出来的关系 我们说 是正比 一般来说供应是这样的 向上的 大家留意 会多出的例子就是说 要执生了 见到一些字眼 容量已经最高 饱和了 不可以再增加 划出来 供应线有时会是这样的 垂直的 即已经到了最高 容量 不可以再做多一件了 有没有例子 例如平时的红税 已经到了最高的容量 有上限的隧道 无论出多少钱都不可以再增加 因为就是垂直的 跟需求一样 如果价格以外的因素 导致做多 或者做少的 那就是整条线移 说出来会是这样的 例如不关价格事 这样做多了 这个叫供应增加 这个例子就是说 例如风收 苹果风收 苹果的供应 便会增加 或者苹果的成本 减低了 供应都会增加 好了 不关价格事 突然间生产少了 那就向左边移 上条线 或者这样说 向左边移 就是做少了 那就叫供应减少 有什么因素 价格以外会影响做多做少呢 供应增加减少呢 那第一种情况 叫做联合供应 就是两样东西是副产品的 如果石油供应增加了 一个例子就是石油的副产品 叫塑胶 石油的供应增加了 同时都会令到塑胶的供应都会多了 因为塑胶是在石油的原油里面提连出来 两样东西就叫做联合供应 相反有时呢 大家都要欠一个资源做的话 做多一样 一样就会供应减少了 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说 建多了写字楼 那住宅的供应会怎样呢 大家都要用同一块地 那自然供应就会减少了 建了写字楼就欠到住宅 大家都要用相同的土地 那这就叫做竞争性的供应 好了 跟需求方面一样 考试的题目就不会禁死板 可能会跟回一些时事 就会影响到一样东西的供应 增加或者减少 那同学呢 也需要去修机 着去